歡迎您收看巴西翔 我山又齊 今天我們新版的護照曝光了 這護照上面的 Taiwan的字樣變得超大 當然目的就是要讓全世界 看見台灣 而且這也顯示了 我們國人的自信心 還有榮耀感是更為強大了 不過就因為最近 台灣的光芒太耀眼了 所以對中共來講 簡直是如芒刺在背 最近是頻頻崩潰 而且醜態毕露 比方說這次捷克議長來到台灣 中共的外交部長 人在歐盟竟然公然恐嚇 說要報復捷克的議長 結果這句話瞄惹怒了歐盟各國 紛紛跳出來 力挺跟聲援捷克 尤其是德國的外長 更當著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的面 給他洗臉 直接跟他講 這裡不是你可以威脅恐嚇的地方 而且當面就警告他 以後不准你再威脅我們 這個歐盟任何一個成員國 可以說讓王毅非常非常的難看 可是捷克的貴賓來到了台灣 我們的國民黨的立委 卻上演了這一出藍路喊冤 昨天的這一幕 讓很多人非常的憤怒 說真的丟臉丟到了國外去 因為國民黨的立委 自做了一個標語之後 竟然就把捷克議長的路 給擋住了 然後跟他們在面前 抗議美豬這件事情 不過被罵翻之後 國民黨的立委陳玉珍他反駁 他說這叫宣揚國威 這句話您聽得下去嗎 當然最重要的是 國人對於美豬的開放 是還有疑慮的 等一下我們要來談一談 如果開放美豬可以交換台灣 一個未來的話 那這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未來 值不值得呢 告訴你這個答案可能還要更超乎你的想像 先為您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資深媒體 丁雪偉 各位大家好 資深媒體 鄭裴芬 大家好 民進黨臺北市議員梁文傑 大家好 社民黨臺北市議員 苗伯亞 大家好 人家文本作者 周韋航 大家好 財經專家 徐青煌 今天我們還是要持續來關心 這個美豬美牛開放的議題 其實昨天到今天有一些民調 看起來這一次的民意 好像沒有之前那麼反彈 就去問一下學委 為什麼呢 是大家覺得說 真的可以換到台灣更好的未來嗎 當然我們現在從這個時局的發展 看過來的話 你看民進黨他可能四十幾下 都有做一個民調 就當初說你現在贊成美豬開放的多少 現在贊成反對的43% 表示這個力量是在拉鋸的 可是你知道相對那個馬政府時代 推美牛出來的時候是八成反對 是一面倒是反對出來嘛 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你知道嗎 當年馬英九他在開放美牛的 那個過程之中你知道嗎 有37個民間的團體 是出來反對的 那可是現在這37個團體剩下什麼 只是要兩個消費者保護基金會 跟一個祖父聯盟的環境保護基金會 只剩兩個 對啊 那個消費者保護基金會 反正今天只要是消費者權益的話 他都要反對 否則礙於職責關係 那環境聯盟他當然也要出來反對 因為瘦漏金本來就是 在世界各國 尤其在美國的話 現在說實在的話 美國又有人反對瘦漏金 又不是只有台灣 所以這個應該他們也會出來抗議反對 希望說大家能夠把這個議題說清楚講明白 可是我說實在說為什麼我們政府會選到這個時候開放美豬美牛 你知道嗎 因為很簡單嘛 我剛才講過說第一件事情 人家說在顧佛祖也要顧鬥 對不對 那你現在在後疫情時代的話 你要不要幫台灣的產業找一些出路 所以現在人家在講說我們開放美豬美牛 我那天也講得很清楚 來在西澤就是美國的貿易談判代表 他已經講得很清楚告訴你他白紙黑字喔 現在告訴你說美豬美牛的開放問題的話 就是美台或台美兩國之間 對 他貿易一個障礙嘛 貿易談判的一個障礙 那現在蔡英文政府在經過民意調查之後 他發現說現在正是一個機會 我可以開放之後 那我把這個開放之後 跟美國政府開出一個善意嘛 表示善意說我把這個障礙扳開了 那扳開之後 你美國要怎麼給我回應 對不對 所以你看那天王美華 經濟部長王美華跟亞太住卿史達偉 他們就已經用視訊 開始在討論 展開這種所謂經濟的談判 對不對 接下來 他們不只說美豬美牛 我們四出三一出 美國也告訴你說 他還強化經濟跟國防的合作 而且中國在資訊站跟國際場域 排除台灣對不對 他們也會提供援助 很重要 我跟你講 這個亞太住卿史達偉 他是大家可能不知道 外國人的外交辭令 他們在所謂這個正式談判的場合 他們所講的話 就相對於什麼 你只要公開講的 有紀錄在的 他們就視同於是一個契約關係嘛 人家說話是算話的好不好 雖然沒有法律效力 可是他們是講出來的話 他們就不會輕易反悔 所以就跟你講說 而且你看美台商會的這個副會長 馬洛丹也講了 台灣已經消除貿易談判的技術性障礙 就是我講說美豬美牛 他已經解除了這個障礙 所以他呼籲美國說 你敢說一說 你已經說過了嘛 所以BTA這雙方 美台雙方的那個經貿協議有沒有 你要趕快推動 那接下來先BTA之後 下一步就是FTA 而且美國現在很多重量級的國會議員 包括他們的什麼副總統 而且他們也在講 就是說你現在要趕快簽訂 美台自由貿易協定 為什麼 因為人家都已經展現出誠意的 你要不要趕快做 所以說我們現在美豬美牛開放的時候 說實在的話 佔全台灣牛豬的比例 說實在也不大 你還開放這麼多年 2012年美牛 說實在美牛已經進來那麼久了 那說實在吃美牛的人有很多嗎 有大家去搶購嗎 不過還是要呼籲政府 現在讓人家覺得說 你現在開放美豬美牛 是為了要幫台灣的產業找出路 那你在找出路之餘 你有沒有輔導這些牛畜牧業 可以升級他們的產品 而且接下來還有個問題很大 為什麼 因為你進來之後 你台灣的台灣豬跟台灣牛 會不會價格上漲 這個要物價的問題 你要記得政府也要監控要評議 所以你不能夠進來之後 大家都為了要消美豬美牛 讓台灣的豬牛肉開始飆漲 價格一直飆漲一直飆漲 讓他們說你既然飆漲 那就用美豬美牛 這就有圖利的問題 這個物價上面的話 政府還是要緊密監控 那我就跟你講說 這件事情本來就是著視金飛 金飛著視 這個大家也不用再扯 因為當初你看 我們現在講國民黨 國民黨當初交了什麼 邀請還專家 衛生署還邀請專家學者 座談出來講 他都跟你公開跟你講說 林素豪吃美牛才能夠打MBA 對不對 所以你吃台灣牛的不可以 所以你看他沒有人沒有吃 才打不了MBA 連這種話都講出來你看看 可以扯蛋都可以扯到這邊來 當然葉遇來也扯到淡淡的問題 那我們就要講說李德維 說實在李德維這句話有沒有錯 說實話也沒什麼錯 不小心爆了料而已 因為馬執政的時候 他也是用很多方式 跟美國要犯FTA 那後來為什麼轉變 他們覺得ECFA可以代替很多FTA 他們覺得那時候把壓寶 壓在中國大陸身上 可是你看他們當初 就是因為他壓寶壓在ECFA上面 所以美國才會起摸壞 所以李德維沒有講出實情 什麼都沒有換到 就是這樣 故意漏掉這一段 對嘛你不能公平說嘛對不對 所以蔡英文政府不要重蹈覆測 對 我也希望他不要重蹈覆測 對 可是在美豬美牛只是第一步 那接下來談判 我發現其實說實在話 在目前的國際局勢裡面 美國人也不是說來稍稍去 所以他們也是有打算有盤算的 那當然 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 而且現在美國 天天我們那天就講 美豬美牛就是台灣繳個保護費 對啦 不要講保護費啦 這樣講起來有點難聽 可是你看現在日本 美國 跟澳洲 台灣 甚至現在連菲律賓跟越南 他們現在是這樣 我們現在組成一個聯盟 亞太地區的一個聯盟 你知道嗎 像最近才結束的亞太那個軍事演習 有沒有 那就是環太平洋的軍事演習 那就是告訴你說 這環太平洋的國家 大家來組成一個聯盟嘛 人若口頭上膽子就壯了 我現在就是要圍堵中共啊 當然 現在美國在這個地方 他提供這麼多的軍力 武力在裡面 難道他不是我們的 地基主跟土地公嗎 對不對 你現在如果土地公就 刺不刺了 所以這個時候 大家罩子又放亮一點 對不對 好啦 那我說實在 民進黨 國民黨在反民進黨 說實在的話 我現在也不要 不好意思講說逢綠必反 可是反要反的有道理 對不對 你現在藍的黨中央 提出一個AB計畫 對 我常常覺得說 真的是哪壺不開提哪壺 你現在全綠反美豬對不對 我已經告訴你 問題在瘦肉精 不是在美牛美豬嘛 對不對 好啦 他現在就A計畫裡面 告訴你說我要全公美豬 對 他們那時候擔心還說 侯友宜你最大的豬猴啊 而且名義這麼高啊 你如果不跟進的話 那怎麼辦呢 幸好侯友宜說好 我加入你們 他們就說我們要啟動B計畫 要開始反美豬公投 我說一句比較難聽的 反美豬這個公投 他們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 能夠公投綁大選 對啦 重點就在這邊 不要借著美豬美牛講得 講得正聽尬想對不對 好像很偉大 這個人家就馬上看穿了你 對不對 可是你看他們黨內人士 也有跟我一樣 我不是民國民黨的 我先講 我說跟我一樣 憂心這個局勢的 他說會不會打一打之後 老美就不爽啊 對不對 當然不爽啊 對不對 之前韓國瑜跟蔡英文 選總統的時候 那時候老美就已經不爽到幾點了 否則那時候澳洲五眼聯盟 為什麼會開始提供你很多的資訊站 提供你很多的情資 對不對 就是因為你跟老中走太近嘛 所以你看他現在 好好跟美國溝通 是反美豬不是反美 搞清楚差一個字差很多 美豬跟反美 跟美這個差很多 是有一點落差 對啊 真的落差很大好不好 所以就跟你講說你要搞清楚 而且問題是 你說你不反美嗎 你初初跟美國唱反調啊 馬英九當初也是要跟人家換FTA啊 換不到現在反過頭來就打 那我是覺得說國民黨真的像樣一點 我真的是有恨鐵不成鋼 可是現在也不用恨了 這個本來就不是個料 怎麼會成鋼對不對 你看人家都國民黨黨團 大家也看到 韋德齊去立法院演講 我說實在話 很多人看的是感動你知道嗎 台灣外交被人家封鎖多久了 我們家好不容易農一個邦交國對不對 那個邦交國即使不大不小或者很小 可是我們也很高興啊 至少國際有人注意我們嘛 捷克呢 他至少是歐盟的會員國啊 他會起效應的啊 對 那你今天來 今天捷克來 願意在你的立法院裡面演講 而且他還說我是台灣人對不對 對 你是台灣人你看 人家就站在你幫你發聲的時候 你敢不敢動嘛 至少我們現在被經濟封鎖這麼久之後 被外交封鎖這麼久之後 終於有外國有人願意來 而且深深知道我們的處境 對 他能夠同行我們台灣 被老共打壓的處境對不對 而且現在經過他之後 你看連德國外長都靠送你 說恐嚇這一招 不是在我們這邊用的 對 拿走 不准你再恐嚇我們會員國 對啊 我就跟你講說 這是會起效應的嘛 對 那你今天跑去那邊舉牌抗議幹什麼 抗議美豬你跟捷克人抗議幹什麼 第一感是捷克人台 所以你就抗議美豬 抗議給捷克人看到底是有什麼用 對不對 好啦 那你看 大家怒了之後 陳玉珍說真的 他的罩子真的還蠻亮的 反應還不錯 他馬上說我是去交流 不是去抗議 可是交流寫清楚 找個寫捷克文的嘛 寫英文也給人家寫錯 這是什麼交流 而且你要跑去跟人家解釋 不是講英文 我說真的 你要跟人家說清楚嘛對不對 你今天是去那裡去說 我昨天就講 到底是存在的心 國民黨存在的心 是去告洋狀出洋相 還是幹什麼 對 所以這個講清楚說明白 你在國內有任何事情 要看場合 對不對 你現在看這個場合 這個場面 適不適合做這種事情嘛 對 那你有種的話 現在包個專機 像是五萬肺炎疫情 你包個專機去美國抗議 去美國國會山莊 去白宮前面抗議 我就說你 你欺負我們群盟打 所以不要說每次 每次要抗議要抗爭 要幹什麼都 不僅議題打偏了 連對象都找錯了 所以就跟你講說 大家在這個 讓人家覺得說 你現在國民黨對於 一些國內的政治鬥爭 竟然你的那個高於你的國家利益 現在接下來你要趕快督促說 我們接下來的BTA FTA到底能不能談成 如果不能談成的話 那你開放美豬美牛 不是功愧一愧嗎 你要監督民進黨 你要監督政府嘛 你要加強所有的能力 以前國民黨不是跟美國關係最好嘛 那你今天要派出說客啊 你要幫助政府趕快去談BTA啊 談FTA啊 你如果能夠談成的話 那功勞馬上就在國民黨身上記上一筆 所以你今天只會扯後腿的話 讓人家覺得說 哎呀你就是逢綠必反嘛 對不對 逢中必亂嘛對不對 那你要不要對中國嗆聲幾句 讓我知道說你們國民黨的立場 究竟在哪裡 不要借著那美豬美牛 如果真的說實在的話 現在如果BTA談成了 FTA接下來如果還是談成的話 我就跟你講國民黨就等於game over了嘛 真的 吳思懷不是講game over嗎 所以國民黨才會怕 才要這樣抗爭啊 抗爭沒有用 你就找錯人了 我就跟你說美豬美牛 又不是捷克人殺的 你去抗議他們幹什麼 所以跟你講說接下來 大家應該共同監督政府 加快腳步 既然你要幫我們的企業找出路 幫我們的那個很多很多產業 包括半導體 包括我昨天有講過的 還有石化業什麼東西的話 你都應該全盤考量在這裡面 幫台灣怎麼樣把這些東西往外銷 而且接下來的話 我們也要共同監督 共同協助政府 趕快最終目標就是把FTA給談成 不過還是問一下韋航啦 按照這個鏡周刊的這個爆料 黨內人士其實會有一點擔心啦 會不會打一打老美就不爽了 應該要好好溝通反美豬不是反美啊 如果你要告訴美國 你不是反美最簡單 你就反中啊 你能不能做得到嗎 這當然是一點 然後另外就是說 當然國民黨現在 希望就這個美豬的議題上 能夠大做文章 有一個講難聽點揮灑的這個空間 那他們去這個攔路這個喊冤了 把這個傑克議長攔下來 說是要去用陳玉珍的說法 去交流交流啦 那陳玉珍還說 我們是去宣揚國威的 你怎麼看這個說法 然後葉宇蘭是呼籲說 年輕男生不能吃這種豬肉啊 不然那個會變小啊 然後呢 這個謝龍介怎麼講 謝龍介說 如果這可以換來這個台美建交 我就吃三隻啊 這個豪賭很大 那你怎麼看這些人的說法 有沒有達到民進黨的痛點 有沒有辦法這個引起共鳴 陳惠文也講啊 你們也只換到跟美國官員視訊對話 現在才幾天啊 換到視訊對話多麼不容易啊 你怎麼看這些人的說法 好的這個 國民黨的問題 當然他現在就是盤很小嘛 最近的選舉啊 罷免什麼都很不順 盤越來越小 同溫層越來越小 所以國民黨要改變現在的 不利的狀況 比如說我這個打下去 民進黨會痛 大概只有一個辦法 好的這個 國民黨的問題啊 當然他現在就是盤很小嘛 最近的選舉啊 罷免什麼都很不順 盤越來越小 同溫層越來越小 所以國民黨要改變現在的 不利的狀況 比如說我這個打下去 民進黨會痛 大概只有一個辦法啊 就是訴諸科學 訴諸合理性啊 讓大家就是哎 中間的選民能認同 哎對對對國民黨講的這個是對的哦 我覺得這就是國民黨中央最苦惱的一點啊 因為他們現在大概也不太科學啊 就是缺乏足夠的智囊團啊 我們所謂的智庫啊 去幫他擬出一套戰略 好當國民黨中央正在傷腦筋的時候 馬上就殺出了幾位猛將 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猛將啊 多虧了他們 當然這是一系列啊 從這個阿札爾訪台一系列以來 國民黨就是會有這些猛將 他網路上大家都幫他們做土了 在黨中央的命令還沒有出大門之前 他們就先衝了 這個格局自之前以來都沒變 特別現在立院要開議了 這些人又復活了 之前曾經一度成績 因為立院修會 那有些人就是因病 暫時退出戰場 但是自從林匯結束之後 他們撐錢已久 一出來就平平同坐啦 像陳怡貞我們剛才講了嘛 這個攔路啦 這個不是要買路財 就是強迫大家聽他講話 陳怡貞一向都有強迫 大家聽他講話的傳統 見怪不怪啦 但是強迫外賓 有一點不太禮貌啦 這也不是外賓這個 看不看得懂英文的問題 我想基本英文看得懂啦 可是外賓不想關心這種事 你去強迫沒有意 那當然吳施懷就被大家批評 就是稍微有點不太禮貌啦 就是人家在講話的時候 你在台下睡覺 當然我們也不能勉強他 可能吳將軍他長期 並沒有投入在外文上面 那的確可能會有點辛苦啦 加年紀大了意識比較不集中 當然人家比較習近平講話 你就很認真的聽嘛對不對 對啊怎麼沒有精神不集中 但是話說回來習近平講的是中文啦 我還是這個比較能夠解讀 再來就是這個葉宜蘭啊 大家都知道他長期這個非常投注於所謂料理的議題啦 這個氣炸鍋等等啦 這個他推銷了不少啦 但是重點是你要打這個可以 又回到我們剛剛講科學論 以科學論嘛 你到底是憑什麼啦 你拿一份資料出來證實的話 不得了 這個就打中了 台灣人就會很驚訝 那同樣呢 謝榮介這一個也是啦 他只是抓到一根很細的線 就阿扎爾曾經在哪裡任職 曾經有關係 美國的衛生部長他就打說 這個是什麼瘦肉精的老闆啦 其實這個都是講過頭 就是你只有一根很細的棒 你講得很粗的一條繩索出來 好像一拉起來 國民黨就復活了 民進黨就被你勒死了 沒有這種事 這個國民黨現在最辛苦的 第一點這才是第一點 但是黨中央還不確定要怎麼打 底下的人就已經亂打 打了之後 大家就每天都扯了這個 這個是網路做圖啊 大家每天都扯了這個 你就扯不完了 那另外一個國民黨比較麻煩的部分是 反反覆覆的這一套 民進黨現在當然很痛 自打臉嘛 所以才會像林佐水說 大家要不要站一排出來道歉 至少說就把過去的事情做一個總結 那國民黨現在呢又想提款 可是這提款卡一拿出來是付的 該怎麼辦 就是他過去做的事情 其實就跟民進黨的鏡像倒反嘛 你除非是當年不存在的小黨 也許還可以出來嘴炮個兩下 當年大家都有過去啊 像最近今天又爆出來好龍斌 在那個之前的危機解謎 大家應該還記得 之前曾經洩漏出一批 這個台灣AIT傳給美國的電文 裡面的內容都是台灣的黨政高層 跟AIT私底下講的話 跟表面上的話都不一樣 裡面就提到了好龍斌 當時2009年的時候 好龍斌呢 算是跟國民黨中央唱反 那台北市長他選舉很急啊 所以他就那個說 不要不要不要美牛 黨中央就有點火 那個時候就開始跟AIT有很多交流 好他當時私下跟司徒文啊 就是根據這個轉載的危機解謎內容 跟當時的台北處長司徒文 有一些會私下的會面 那司徒文當然是心事問罪啊 你台北市長居然來煩我美牛 什麼意思你還國民黨的 因為國民黨人其實有偷打好龍斌的槍 說這個是新黨來的啦 我們有點控制不住啦 國民黨其實在美國人面前都特別誠實 不知道為什麼 好那當時呢 好龍斌跟司徒文說 他說啊 這個我其實才剛吃了美牛 雖然我煩美牛 但是我有吃喔 但是我剛才吃過 他比較擔心的是 這個美牛會影響到選舉啦 所以他為了這個選舉 擔心就是 如果這時候通過美牛 民進黨在那邊做做文章的話 他的選舉會有點危機 他就跟這樣子 美國人去回戶回來 但是重點就 這一段對話凸顯了一個事實 就國民黨其實 當年沒有很支持也沒有很反對 當年就是政治操作 他就真的搞定就李德維講了嘛 馬英九也是有讓步啊 搞了半天沒有換東西回來嘛 所以重點還是回歸接下來 也就是說美豬美的時候開放 然後說啦 開放之後大家實際要不要去吃真的 明年一月一號以後決定 可是後續依照台美的彼此之間 這種這個交流啊 迅速升級的態勢 也許會有這個現在還看不出來一些動作 也許他不只是所謂BTA的這個FTA之類的 他也許會在其他地方有些互動 比如說官員互訪進一步互動 所以現在當然短期看不出來 長期去觀察就可以比較 蔡英文政府在開放上 和馬英九政府在開放上 他們兩個的主要差異在哪裡 不過問一下這個文傑啦 其實李德維說出了馬英九的心情嘛 說那個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他一直嘗試著要有很多東西 跟美國換FTA 後來是因為什麼都換不到 那現在馬英九會不會覺得 眼看著哇蔡英文好像 現在這種氛圍是有可能成功的 所以我現在當然要出來反對啊 因為如果說他成功的話 那不就證明馬英九真的更無能嗎 你怎麼看馬英九現在這種作為 那你當初你還差一點 全面開放美牛美豬 那你現在反對的理由到底是什麼 不過今天這個蔡英文總統 有出來說了一番話 他說其實這個開放美豬這件事情上 沒有所謂的交換條件這件事情 那蔡總統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是跟大家的認知 好像有一點不太一樣 那如果說沒有任何的條件交換 那為什麼選擇在這個時間點 突然宣布說要開放 那民進黨當然是要給大家一個解釋 你怎麼看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按照民進黨私底下所做的民進黨 如果是真的 贊成跟反對 其實是旗鼓相當的 國民黨接下來聽說按照蘋果日報的報導 他要接頭公投拳頭一起出來 到時候要用這種方式來抗爭 那你認為國民黨有沒有這個操作的空間 民進黨該怎麼辦 其實民進黨就很簡單就是說 之前是沒有國際標準 那之後有了國際標準 那我們就接受這個國際標準 那其實我那這個立場一直到沒有 是沒有變的 包括蔡英文在這個2015年 2016年在選舉的時候 在選總統的時候 他也是這樣講 然後到了2016年 我們上台之後 我們也曾經考慮過說 那個時候就要開放的 對於民進黨來講 其實我們我們不會騙大家說 這個開放的美豬 你就可以拿到FTA 這個不是這樣的 因為其實他只是一個 你要跟人家談的一個開端 老實講整個FTA的談判 我跟大家講 這個絕對不是那麼簡單的過程 那個韓國他從2006 2005年 那個時候在跟美國要談 那個美韓自由貿易協議 那個時候是美國就是 他牽涉到很多問題 譬如說美國人要求你 韓國的所有的稻米市場 全部要開放 你的豬肉市場要開放 你的牛肉市場要開放 然後我可以讓你的韓國汽車 進到美國等等這樣子 那韓國有多少農民上街 你們知道嗎 有多少人那個時候自焚 去抗議這個東西 哇這麼激烈 也就是說所有的自由貿易談判 他都是牽涉到國內各個產業 有些人要犧牲 有些人要怎麼樣 然後那個時候 其實真的是國內的這些利益 那個才是真正的談判的最大的問題 那所以我從來不相信說 我們開放了一個美豬 然後問題就解決 不會 因為我們國內 譬如說假設說美國要求說 台灣的稻米進一步開放 我們當年加入WHO WTO的時候 我們已經收過一波了 然後後來那個時候 我們就開放威士忌進來之後 我們台灣那個 譬如說我們小時候的喝紹興 現在紹興已經沒有了 公外局已經不 這個不生產了為什麼 因為拼不過 那你就等於是很多廠很多工人 他就會失業 所以我的意思是這樣就是說 說我們不要簡單的把美豬等同於FTA 因為FTA這個東西 台灣跟美國 他我們牽涉到的問題 絕對不只是豬的問題 對 絕對不只是豬的問題 這只是 這個談判是慢慢長路 這只是一個開端而已 那接下來國內還有很多產業 會碰到的問題 所以我真的是這樣覺得 就是說國民黨一直把說 這個東西是台灣跟人家換什麼 換什麼 其實沒有 就是說我們台灣想要 想要藉由跟美國的FTA 或者是跟這個 日本的RCEP 類似這樣就是說TPP 你這些東西 我們台灣必須要走出去 那你不能夠永遠用一個 我們台灣自己覺得危險的標準 然後去卡人家 你包括接下來我們那個 現在的那個跨太平洋 那個關稅同盟 現在是日本在主導 那日本在主導 那日本人會覺得說 那你台灣故意弄一個什麼 那個什麼核實不能夠進出口 這個問題 日本人也會覺得很不爽 他為什麼要幫你 他會覺得說你台灣在給他們找麻煩 所以我是這樣認為 就是說這個是一個 我們民進黨是展現了一個 做決定的勇氣 那如果國民黨覺得很不爽 那就是你們當年為什麼反對 我們要開放的時候 你們當年為什麼反對 那你現在要開放 所以我也要跟你鬧 那如果是國民黨真的是 只是棄這一點的話 我覺得民進黨可以給你們道歉 那如果國民黨覺得很不爽 那就是你們當年為什麼反對 我們要開放的時候 你們當年為什麼反對 那你現在要開放 所以我也要跟你鬧 那如果國民黨覺得很不爽 那如果是國民黨真的是 只是棄這一點的話 我覺得民進黨可以給你們道歉 就是說 啊拍謝啦 那個時候大家誤會一場 那反正我們大家都是站在同一條線 我們都知道要開放 那就現在大家為了國家就一起做這個事情 那你國民黨就不要再鬧了 但是我個人是這樣 就是說 現在真正的問題其實是出在說 它不是出在豬農的問題 它是出在說我們這麼多年來 其實因為這個問題從2007年開始炒 炒到現在已經13年了 在這13年的過程之中 其實很多人把萊克多巴胺這個東西 把它想像成好像是一個 毒藥嗎 好像是想像成毒藥 想像成毒藥 但是實際上我們所有的 我們的養豬養牛養雞養鴨 我們都我們現在譬如說那個殘留農藥的標準 殘留農藥標準裡面列出一百二十幾種藥品 每一種藥品都是可以使用 然後它只要它訂出一個 那個剩餘容量殘留量 那就是可以的 所以大家不要一直把萊克多巴胺這個東西 當成是當成是一個 好像是一個毒藥這樣子 我覺得不是這樣的 那所以 當然對民進黨來講 我覺得 你要對於過去我們曾經的抗爭 我們要這個 做出一個很明確的 很明確的就是說好 國民黨你要我道歉 其實我可以道歉 但是現在大家一起為國好不好 我覺得是這樣 好好問一下這個薄亞 照文傑剛的這個說法 其實在開放美豬之後 民進黨面臨的挑戰還非常的多 所以國民黨知不知道這一點 他曾經執政過 我相信他一定也知道 所以你看接下來他們 他們其實有非常多的這個動作 那當然第一步你看 立法院攔截了這個捷克的這個議長 跟他這個抗議美豬的這個事情 我就覺得是抗議美豬 然後另外就是傳出這個藍營的黨中央 還有一個所謂的AB計劃 那這個那個A計劃的這個全面攻美豬 現在看起來是已經開始了 那未來聽說呢 還要透過公投啦 甚至還有街頭啦 甚至還有拳頭啦 國民黨未來可能全面的這個抗爭 那你怎麼看這樣的這個一個態勢 到至少到目前為止 國民黨那個抗爭 有這個年輕人是最支持民進黨的啦 國民黨這個做法 有沒有挽回一點年輕人的心 那年輕人對於民進黨這一次的這個做法 有體諒嗎 還是這個年輕人的看法是怎麼樣 你怎麼看 那這麼說啦 國民黨他看到地上有槍 他去撿的時候 當然不能歐巴爭嘛 那那個亂開槍是沒有用 還會打到自己 比如說像這個捷克的參議院的議長 率領捷克國會訪團 來到國會演講的時候 那其實是台灣外交一個重大突破嘛 那這時候你硬要把他跟這個 美豬瘦肉精議題尬在一起的時候 不是不行啊 可是你尬的要有格調 為什麼我要講尬的要有格調呢 大家來看一下 在捷克的議長呢 他要前往國會演講之前 國民黨的外面開記者會 開記者會不是不行啊 你當然可以去開啊 你覺得你重要議題你去開 可是問題是你記者會 開的稍微有水準一點 畢竟你這東西一開下去 算是國際記者會的時候 我想你至少英文標語把它寫對吧 我看到這個照片的時候 我覺得很離譜耶 你看國民黨的這些立委 他手上舉的標語 什麼台灣's health no transaction 到底什麼意思 這當然就是英文講不通嘛 還宣揚國威 這樣怎麼宣揚國威啊 還有這個所謂的這個林毅華 林毅華手上拿的最離譜啦 這個上面是萊克多巴胺的英文嘛 EU say no 拜託啊你EU後面這個 至少叫第三人稱加個s嘛 好不好 還有蔡英文say yes 這也不對嘛 因為這也是第三人稱嘛 你文法全錯 因為你寫蔡英文say yes的時候呢 你好像是一個起始劇的劇情 你看外國人看起來會變什麼 外國人看起來會變的是 他們在要求歐盟要對萊克多巴胺say no 但他們要求蔡英文對萊克多巴胺say yes 整個抗議的標語變成這樣子啊 那包括後面這些有了沒的 真的是越來越誇張不講 還有人舉一個畫一隻美國的豬 然後上面寫reject到底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我們說這個很離譜 原因是因為當他拿了這個 那去跟捷克的國會議員做交流的時候 人家怎麼可能搞得懂他在講什麼 所以呢如果你以一個捷克的國會議員的 角度你來設身處地嘛 你去到一個陌生的國度 你去到一個陌生的國度要演講 結果呢對方的國會議員 拿著你看不懂的板子上來 跟你雞哩呱啦講一些你根本聽不懂的話 那你留下什麼樣的印象 我只是說一頭霧水的話說實在也都算客氣了 所以國民黨其實拿出這個表現 我個人很訝異就是說 他的表現啊連一些才成立不久的小黨都不如嘛 你可以看現在立法院裡面至少四個黨 這四個黨裡面民眾黨跟時代力量算是剛成立不久的小黨 這些小黨有沒有他們很在乎的議題當然有啊 可是我有很在乎的議題不代表我要衝去人家捷克的國會議長來那邊亂蹭隨便蹭啊 要蹭的話也不是蹭這麼難看啊 你看陳玉珍跑去找人家的照片 如果說你把上面的文案遮起來 你還以為路上有推銷員 跟你推銷說先生啊你去不需要敷一些面膜 一樣的意思嘛 所以其實國民黨他可不可以抗議瘦肉精美豬 當然可以啊在野黨天職本來就是這樣 可是就像學委剛講的啊豬是捷克殺的嗎 方法論就是完全錯誤了嘛 就算他要比照說你看你歐盟都不准這個瘦肉精來克多巴胺 那為什麼我們要那你去找捷克人講是沒有意思 沒有意義的只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就是現在有很多人在講說啊 這個當時馬英九啊這個說開放的時候 好像這個有立法院討論啊 有民進黨和立法院抗議啊 結果現在民進黨突然把他繞過去啊 這個要用行政命令開放 可是我必須要講這兩者之間其實是有因果關係的 為什麼這一次民進黨可以用行政命令來解決這件事 原因很簡單 大家看這是過去有人整理了馬英九的言論 他在2012年的時候有講過啦 美牛呢他沒有來自美方的壓力 你看馬英九就說不定了嘛 至少蔡英文比較坦承啦 他在蔡英文講的比較露骨說 這個我們要爭取跟美國的經貿合作嘛 馬英九說啊沒有沒有 是我們台灣要不要力爭上有的問題 然後呢他為了幫他自己辯護呢 你看他6月20126月7號講什麼 他說國外這麼多人吃美牛 為什麼一定要說他有毒呢 實際上沒有科學證據啊 那我不知道馬英九現在是忘記過他講過的話 不是說隔眼袋會影響記憶力我不知道 至少蔡英文比較坦承啦 他在蔡英文講的比較露骨說 這個我們要爭取跟美國的經貿合作嘛 馬英九說啊沒有沒有 是我們台灣要不要力爭上有的問題 然後呢他為了幫他自己辯護呢 你看他6月20126月7號講什麼 他說國外這麼多人吃美牛 為什麼一定要說他有毒呢 實際上沒有科學證據啊 那我不知道馬英九現在是忘記過了 他講過的話 不是說隔眼袋會影響記憶力我不知道 但是呢他顯然的跟他過去的馬英九 就完全不一樣了嘛對不對 那他的這個吳敦義也跑出來講說 美牛不是毒牛 因為日韓都有吃 你看這個說詞其實跟現在民進黨的說詞 差不多啊 對啊日韓都有進啊 所以你國民黨現在到底有什麼立場 然後再去罵說什麼 人民不可以吃萊克兜班 畢竟你2012年就是你開放了嘛 對 時間正在流失 我們不能讓別人一天一天超前 自己做事台灣的機會一點一滴消失 你把名字遮起來的時候 還以為是蔡英文今年講的不對 2012的時候馬英九講的 那那個時候2012馬英九做的是什麼 他是開放了瘦肉精美牛進來台灣 而且他開放的方法呢 就是在立法院裡面 國民黨多數的國會修正了 食品衛生管理法 他修正了食品衛生管理法的 第15條的第二項 第三項跟第四項 第三項就是開放這個美國的 這所謂的以前前狂牛政議區的 牛肉怎麼進口 第四項就是瘦肉精的問題啊 他講說什麼 他講說含有這個乙刑受體術的 在我們的主管機關 評估到我們國人的飲食習慣 制定安全容許量之後 是可以進口的 所以如果有人在問說 為什麼蔡英文他用一紙行政命令 可以讓萊克多巴胺美豬進來 為什麼要找誰找馬英九 請找馬英九 因為是馬英九那個時候的國會修法賦予主管機關這個權利嘛 就這麼簡單 所以今天你說民眾黨出來罵 時代力量出來罵 覺得用行政命令不行 一定要進立法院審議的話 這個我覺得還OK 畢竟當時他們都還不存在 可是國民黨現在要出來的話 那國民黨要面對 認真面對自己2012提出的版本啊 要不是你有2012的國民黨 哪有今天的民進黨用行政命令開放進口呢 我補充一下 我覺得馬英九的心情一定是這樣 當年我要開放你們民進黨就給我亂 那你們現在民進黨要開放 我現在也要亂 他的心情就是這樣 他的心情是這樣 淵淵相報而失了 坦白說年華正盛的年輕人 就不應該心中充滿這麼多仇恨嘛 因為畢竟說呢 這個 年紀大有仇恨 這個瘦肉精美豬有沒有可以監督 有大概幾個層面 第一個脆弱族群 因為他現在以這個所謂健康風險評估 都是以健康成人為基準 65公斤以上成人可以吃多少 不會有問題 可是那兒童呢 對不對 還有慢性病患 尤其是心血管的慢性病患呢 還有台灣人喜歡坐月子 要吃好多內臟 孕婦呢 這個容許量 針對這些脆弱族群 你要提出科學證據嘛 那如果是國民黨的話 現在如果有個真的夠讚的智庫的話 趕快針對這些族群提出科學證據 就打到了 結果沒有 搞公投 公投不是科學的事情耶 你今天一件事情 到底會不會危害食安 不是公投可以解決的嘛 所以他沒打到點 第二個標示的問題 當初馬英九說要開放的時候 他說三館五卡 讓大家不會吃到瘦肉精美牛 可是你現在去看 牛肉的標示其實都還沒有全面落實 在餐廳路邊攤小吃攤不見得落實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痛角可以去打 可是他不打 他就在那邊打說 你告訴我你交換了什麼 然後呢我要跑去捷克人面前告羊狀 告羊狀還告錯 就像去法院按鈴 你要升告鈴按到愛心鈴一樣 同樣是就是這麼的糗嘛 所以其實說真的啦 國民黨在這樣鬧下去 會不會起死回生 不會 因為他如果說真的鬧大的話 當然美國也會不高興啊 畢竟AIT前幾天他就已經很委婉的講了 說關於這個台美之間肉品的這個貿易 也要感謝馬英九 他執政當時曾經怎麼樣怎麼樣 那如果未來這些帳 全部攤開來細數的時候 其實國民黨自己本身啊 會比民進黨更加的尷尬 不會問一下這個清皇啦 其實在經過了疫情的這一段之後 其實台灣人現在深深知道自己的這個處境 所以在面對這一次呢 開放這個美豬的這個事情上 民進黨做出來的民調你看喔 雖然是43比43 看起來是五五波 可是不要忘了馬英九那時候 之前推美牛是八成反對喔 所以現在反對的人 其實降低了很多這個比例啊 那你怎麼看喔 尤其大家最關心的當然就是說 雖然蔡總統說 這沒有所謂的交換的問題 可是大家要看的是換到 就是我們另外的角度來看 我們所謂的換 是換到了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未來嘛 那現在有各方面這樣的一個說法 那你財經專家啦 你怎麼看喔 我們現在開放了這個美豬之後 到底在哪些方面有利 對台灣來講 開放美豬之後 我們到底能夠得到什麼 你怎麼看 回過來講說 美豬這個議題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 對美國來講 他在今年的貿易障礙報告裡面 台灣被點名的部分 就是確實是美豬的部分嘛 那美豬其實本來就有開放喔 其實他現在談的是所謂的 那個有萊克多巴胺的美豬的部分 對那這一點喔 我覺得這最奇妙是什麼呢 是國民黨有人跳出來在講說 你看中國都沒有開放 我跟你講啦 中國今年跟美國簽的 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 你不要說那個東西喔 因為美國跟中國打貿易戰 那個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就不算數了 並沒有 他們的商務部啊 就是美國跟中國兩邊 還要進一步在最近在檢視說 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有沒有落實 你中國要跟我美國採購農產品 有沒有落實 那你知道美國跟中國簽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現在都還在談要落實到什麼階段 然後美國人還要算賬說 你有沒有買到什麼樣的程度 然後呢 中國是一面呢 跟美國之間互相打嘴炮 其實雙方還是一面 私底下還是繼續談嘛 因為他也不希望說什麼呢 美中的經濟真的脫鉤嘛 因為美中經濟真的脫鉤 傷到也是中國自己嘛 那你知道美中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 為什麼我剛剛說 國民黨有些人搞錯狀況 你去看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簽什麼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美中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簽的內容 他也一樣談到這個美豬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 這上面紅色我圈起來的部分 他上面寫什麼呢 這個在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這個 附入期裡面 他寫說中國應該以符合食品法典 聯合國農糧組織 這個食品添加劑的專業評估 然後呢 進行萊克多巴胺風險評估的方式 然後你看喔 他還提到這個 要儘快不拖延牛豬體內 萊克多巴胺的風險評估 這個是美中簽的貿易協議喔 我這一份還是 中國自己公布的評估版本喔 不是英文版本喔 也就是中國自己公布出來已經告訴你 他們也會盡量加快 對於這個豬肉的萊克多巴胺的這個開放喔 那下面還寫什麼呢 你看這個風險評估還要用 美國的可驗數據跟美國批准 萊克多巴胺使用量 中國都簽下去這個東西 那你告訴我中國為的是什麼 中國為的當然是跟美國之間的貿易 跟經濟上可以繼續進行嘛 對 所以如果中國比我們先開放的話 你覺得到時候是什麼狀況 當然對我們未來要跟美國談的時候 會比較不利嘛 對當然 所以中國這個簽下去 老美也要看你什麼時候要開放啊 所以你會發現 國民黨打了點根本打錯了點 他就拿中國舉例子 基本上就舉錯了 因為中國第一階段就告訴你 他已經簽下去了 他只是等什麼時間要實施 然後更妙的是什麼呢 更妙的是這個國民黨的言論 跟國台辦真的很像 因為國台辦呢 竟然罵台灣說這個開放這個 萊克多巴胺在安全範圍內的這個美豬呢 他說台灣的這個行為是為了討好美國人 那如果台灣是為了討好美國人 那你中國簽這一份是什麼 你簽這一份不是一樣在討好美國人嗎 而且萬一他簽了之後 然後先跟這個貿易已經開始先談判了 那我們不是倒楣啦 對啊 因為你可以看到中國跟美國 已經談到這個部分來了嘛 所以就變成說如果他比你台灣先開放的話 那你台灣到時候不是反而變成說 我們在這個議題上面失去了主動性 而且美國的貿易代表組說真的 人家也不是吃素的啦 他一定反過來在叼說 你看中國都開放了 你竟然沒有開放 那你還希望跟我美國之間可以加大做生意 那所以你會發現回歸到事實去看的時候呢 美豬這個議題喔 有它客觀上在經濟上的需要嘛 然後我們在談到就是說 其實你認真的去看 說真的為什麼這幾天大家都在強調說 兩件事情嘛 第一個是他要符合這個安全嘛 食品安全 所以你會發現他一定是有一個科學驗證 所以你看連中國去簽的時候 也要強調科學驗證 今天也不是只有我們台灣 第二個是 其實另外一邊很多人在意的是 豬農的租價嘛 但我可以跟各位講 你去看租價 租價在今年二月之後 租價就一路往上 到現在一公斤的租價 大概是75塊到78塊左右 所以你會發現 租農的反彈其實沒有大家想像中這麼大 然後政府其實為了這一天也做了準備 因為知道美國的壓力早晚會來 你看中國在今年簽的貿易協議就知道 這個就是你會面對到的貿易談判嘛 就台灣會遇到 中國會遇到 那日本跟韓國是 人家都已經把那個磚頭翻開了嘛 所以我們跟美國要繼續的經濟交流 你希望可以跟他做更多生意 然後你希望 美國未來還可以幫你在其他的多邊貿易協議 可以進一步的去做相關的協助的話 那你自己就要先把這個 我們講說這個半角石先搬開嘛 你只有把它搬開之後 以後其他東西才可以談 所以剛剛文傑說 這個並不是開放這個萊克多巴胺 在安全量的這種美豬 就等同於一定換得到這個所謂貿易協議 這是真的 但是你不搬開呢 你就真的沒辦法往下談 因為你會發現 這一個部分 連中國都被要求往下談了 那你台灣怎麼可能不往下談 對不過問一下這個佩芬姐 其實國民黨現在在抗爭 剛剛這個文傑也講 其實馬英九是心有不甘啊 而且你看 這樣看起來好像這個民進黨 真的可能得到一些什麼 尤其現在這個國際形勢不一樣 那另外就是說 按照這個鏡周刊的這個報導 黨內其實也心情是矛盾的 所以有人覺得說 會不會打一打 老美就不爽了 那倒光臣是不是趕快 好好去跟這個美方溝通一下 我們是反美豬不是反美啊 可是美國會理你嗎 那你怎麼看 國民黨內的這種矛盾的這個心結 那國民黨接下來 這個江啟成的領導之下 還揚眼要公投拳頭 街頭全部一起來 我就是要跟民進黨抗爭到底 你怎麼看這一役 當然了 因為從民調看起來 現在五五波 那對於民進黨來說 因為現在反對的 沒有之前那麼高 所以民進黨在這個 開放美豬這一關 你認為他有沒有辦法黯然過關 文傑剛剛還提到一個關鍵點 就是說你今天說 敲門都要拿到了 可以敲門 但是講FTA你要簽到 那比登天還難 真的坦白說 那真的不容易 你知道今天韓國搞了半天拿到9% 然後日本大概是40% 真正厲害的是新加坡 大概拿到80% 因為你不但每一個項目之外 你要跟每一個國家 一個一個的談 不是說你今天那個解決了 就通通解決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大家說 那你為什麼今天還沒有談成 那個還找得很 如果說你BTA可能可以先談成 又跟美國雙邊 FTA不是只有美國的問題 就是整個貿易的國家 所以你要一個一個國家談 而且每一個國家的項目 有那麼多 剛剛文傑有點到了 那個項目 所以我覺得他真的有研究 有做功課 有做研究 所以我是覺得蠻佩服 但是我覺得 兩邊這樣打來打去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那好像聽說馬英九 當年那個美流進來是因為狂流疹 倒不是說瘦肉精 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知道要回溯 可是我覺得 國民黨這些人 我覺得為什麼說他們打 那個雞毛蒜皮 就是說你抓住問題 然後再去打 你跑到捷克那個現場 議長講話那個現場 去打這種東西 是沒有意義的 那你說今天如果說這樣 美國跟中國那個貿易談判 那跟這個是兩回事 那個是因為美國 中國賺美國太多的錢 四千億美金一年 我是老美我也不爽 美國今天經濟又不好 失業又那麼高 你就天天賺我的錢 那我昨天還講 你知道嗎 一個中國公司 就把人家賣豬肉 那個Smithfield 整個百分之百這樣買掉 而且他真的到處去買 就很惡劣 那美國人就心裡想 變成我的公司 變成你的公司 然後你又賺我那麼多錢 他當然不爽 可是我覺得台灣現在 真的要講清楚 就是剛剛文杰那種 很理智的說法 我覺得不管民進黨 還有國民黨 要搞清楚 那個FTA是什麼 不是你今天 蔡英文宣布說 我們美豬可以進來 明年1月1號進來 FTA就解決了 沒那回事嘛 所以那個東西 還慢慢長路 那更不是這回事 所以蔡總裁強調說 沒有什麼交換條件說 對 沒有什麼交換條件 那問題就是說 是不是這些人 政治人物 你坐下來 真的好好的談 你不要說 你吃了33塊的豬排 吃5年10年 都不會有問題 那沒有意義 兩邊吵架真的是這樣吵 可是國民黨說 要什麼拳頭 什麼頭之類的 我覺得那個也是 你可以跟 像陳其中他們不是 到南部去跟豬龍 去會合 就跟他談 我200億的基金 然後不夠的話 我千億這樣 慢慢談 就是你不要這樣子 自己在那邊鬧亂子 你今天得罪了 美國也沒什麼好處 這坦白說 你看最近多少 那個機密電文都流出來了 對 當初那個國民黨 怎麼講的 百明都修理你嘛 對你說老美今天把1982年的817公報拿出來 就是修理你給你難看嘛 你知道而且坦白說 如果沒有美國罩著台灣的話 台灣早就輪到被共產黨拿去 所以你今天不管國民黨執政 民進黨執政 你都要靠美國人嘛 他拿那個電文給你看就是聽好 1982年我就是這樣講的 我賣武器也是這個條約上講的清清楚楚 對不對 你知道他而且美國也很厲害啊 他每次講之前 他說一中原則我沒有改變啊 所以他沒有錯你知道嗎 那你今天就反對沒有意義啊 你今天可以就是說 說好 那你到底是這個東西是不是要有配套 我覺得那個好像學我第一天就有講嘛 就是說你東西進來 你怎麼樣標誌標誌清楚 對 要監督的是在這裡 對啊 你知道台灣人很多人愛吃美國牛肉啊 那個牛排店 你們生意好得不得了 那個又厚又大的 你看每個人吃成那個樣子 所以你就說你怎麼樣標誌 如果你標誌不清楚 雖然我說學校不准用 軍隊不准用 到時候你怎麼知道他買的是什麼 我覺得那個才是真正關鍵 所以黃偉哲為什麼說他做得對 他說我一定要嚴格去查 那個標誌清楚 所以我覺得兩黨這樣查 真的沒有意義啊 對啊 你看好龍斌在反對之前 前一天還不是去吃美牛 對有沒有 第二天出來反對 對你說國民黨 你今天罵了以後 你今天就算說把美牛 美豬擋住了 你下一次搞不好還是過去 過了兩年換個總統 搞不好還是過去啊 我覺得那個沒有意義 你吵來吵去 也不就是為台灣人的安全跟健康 對 兩邊坐下來談清清楚楚 兩邊都不要談 你說國民黨今天因為要開全代會 對 然後拿這個議題出來打 因為很多黨代表都是各個縣市的 什麼縣市長都會去開 對 你今天拿出來那個打 你還不如把你的政策講清楚 對 你的九二共識還要不要用 你的兩岸政策是什麼 你未來國家怎麼樣 還有就是如果你真的希望重返執政 你要怎麼辦 這個才是關鍵 你當初因為有一些政治人物的私心 然後瞎搞把政權搞成這個樣 那今天民進黨拿到政權 他要開放美豬進口 他天津地也是你國民黨給他的機會 不是嗎 對 你當初如果沒有政權丟掉 然後立法委員輸得光光的話 民進黨也不會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沒有什麼好落的 真的是啊 你說今天民進黨拿到這個權利 然後這樣做 好包括那個行政命令 也是馬英九當初決定的那個法案 所以你沒有意義去落 因為民進黨有這個機會是你 國民黨當初選總統選成這個荒腔走板 才會造成這樣的機會嘛 所以坐下來大家談 為了國家為了台灣老百姓 把它解決這件問題 我覺得才是關鍵嘛 怎麼不要今天說 我看你FDA什麼書出來 沒那麼容易 慢慢的 就是說只要你有進一個出口 有開始跟人家談 總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否則台灣真的我昨天講 你悶了幾十年 從淡礁以後 每天就這樣悶在那邊 被人家打這樣子 當初亞洲孤兒 你今天好不容易 有一個門口開在那邊 幫個忙 大家一起團結起來合作吧 我想像文杰這樣子 非常理事的人應該很多 雖然我昨天說 有著民進黨的民意代表 我是不喜歡 但是我很佩服 這種就是我佩服的 我補充一點 我剛剛不是講嘛 他不見得直接進到FTA 他可能是良性互動 會有其他進一步的 比如說互訪 那我們剛剛在錄影過程 中就傳出了一個獨家的消息 就是說 可能啊 就目前可能已經在商談 就是美國國務院的次卿 之前視訊的是柱卿 更低亞太的柱卿 那這次是次卿 他是國務院排第三 第三把手 他可能本人會親訪台灣 而且是帶團來 所以現在最新傳出的消息是 可能會有更進一步的交易 但是這位次卿 他都負責經濟成長環境能源的 所以他談的是更廣泛的議題 所以實際上大家都很焦結 就是說美豬換A換B換 那其實他可能是象徵兩國關係 全面改善 我認為接下來這種東西 會越來越多 依照這種真的這樣堆積木杖 一路往上堆 搞不好真的會越堆越高 而且明明知道會有爭議 為什麼民進黨政府 會在這個時候選擇 這個要開放美豬 最主要的是呢 因為台灣看到了空前未有的 一個非常好的這個機會 現在看起來 台灣的這個 我們的我們的路 是越走越寬廣 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尤其在經過這一波疫情之後 可是我們反過來看 中國呢 中國現在怪了 中國反而不是強國嗎 問一下學委 他們的路現在反而越走越窄啊 我一直強調說 中國大陸真的是 你如果好大 你就做一些驚天動地的事情 不要每天搞台灣對不對 真的 把台灣什麼熊孩子 什麼引賊路士一大堆 有的沒有的 我就跟你講說 其實為什麼這次 我先從捷克開始講 為什麼這次捷克議長 堅持要來訪問台灣對不對 其實在美國政治學家 航廷頓裡面的一個理論 他說世界民主有三波 有三波民主潮流 台灣跟捷克 因為台灣在蔣經國總統那時候 解研之後 還有捷克在東歐解體之後 同樣是屬於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 所以大家能夠互相體諒 你中國每天在那邊叫囂的話 那你有種的話 推動一個第四波給我看 你就主動推動第四波民主化 我跟你講那會世界流明的 真的 對華人的這麼大一個共產國家 他敢推動第四波民主化 你有沒有看到 所以跟你講說 不要今天講幹話 我跟你講說 中國大陸現在問題 大到什麼地步你知道嗎 我們先從這張地 這張土 這張中國全土來看好了 你看我們先 不要先講外面 先講它國內好了 你有沒有發現 現在新疆有沒有 之前為無而足的人權的問題 在那個集中營 現在很多媒體都已經拍攝了 告訴你說 他們在這個集中營裡面 集中連那個 美國那個總統候選的 另外一個民主黨的 拜登對不對 人家不是說親中的嗎 拜登都講說 你這個為無而足 這個的話叫做滅種行動 真的可惡 他連拜登都覺得說 你在這邊是在做滅種行動 那你覺得新疆 而且最近你看 疫情到底又起來了 我們昨天也講到說 封城封得比武漢還嚴重對不對 那你到底新疆這個問題 怎麼解決 那最近內蒙古又傳出了一個事情 之前毛澤東不是告訴你說 內蒙古要維持自治嗎 對不對 那毛澤東講的話 現在有個比毛澤東更偉大 叫習皇帝 他從這個學期開始 全部用漢語教學 催滅你蒙古文 蒙古語 對不對 那你告訴人家說 所以現在學生家長 全部去抗議之後 今天還傳出來說幾百人 已經被逮捕你知道嗎 那我就跟你講一句實在話 這個內蒙古在這邊的話 你覺得內蒙古 這麼強悍的一個人民 你覺得你這個鎮壓下去 難道你要用新疆的方法嗎 在內蒙古 你要創設一些集中營嗎 好啦 那你內蒙古新疆可能就 唯吾爾族可能孤立無援吧 對 我內蒙古旁邊還有個叫什麼 蒙古人民共和國 外蒙古 他最近跟俄羅斯舉行的 那個大規模軍演 你知道嗎 俄羅斯還邀請他 你要加入我們的那個什麼 安全集體 防務 防務組織 你知道嗎 外蒙古跟俄羅斯 在這邊進行軍演 我就跟你講說 俄羅斯從以前 這個北極熊從以前 對中國就不玩好心眼 對不對 每次中國有難的時候 第一個 割地賠款的 入侵中國的 一定是俄羅斯 一定是俄國人 對不對 所以你看 外蒙古跟中國大陸的 那個邊境 有4600公里 那俄羅斯跟中國的邊境 有4200公里 這麼長的一個邊境的話 隨時都可能出事 所以你說你中國大陸 現在到底在幹什麼 你一天到晚 只會叫囂欺負台灣 好啦那我們再講一下東北 東北最近不是有那個 颱風嗎 水患嗎 我就跟你講說 今年的大豆收成 應該是沒有什麼 對他們來講 所以他們現在才 才結油嘛 對不對 連食用油都不夠 真的缺水缺糧缺油 對啊 現在告訴你說 為了你國人健康 油少吃一點這樣 當然口號喊得很好聽嘛 好啦 那你說長江跟黃河流域 你看之前的水患有沒有 我就跟你說 這個復原 這個復原要多久啊 要浪費多少的金錢 跟人力物力啊 所以你說你說 國內這麼多問題 好接下來 我們再講說西藏 這個藏毒從以前就開始了 對 那這次藏毒最明顯在哪裡 是在中印邊界 又傳出了很多的那個問題 班公錯誤之前 不是有因為中二 中印兩國在這邊有衝突嗎 對不對 前幾天 八月二十九跟三十號 傳出來說 印度在這個地方 在那個高地地方 就班公錯誤 旁邊的高地地方的話 發現什麼 發現了中國大陸在那邊 偷偷蓋一些監視器 他想要佔領那個高地 軍事要塞控制那邊 竟然被印度人發現說 全部把你拆掉 現在網路上傳出一個 就印度人很高興 在那邊慶祝你知道嗎 我們打贏中共了你看 因為你企圖佔領高地 被人家給拆掉 而且你知道說實在話 那個慶祝在那邊 高興的畫面裡面 竟然有西藏的雪山獅子旗 所以就跟你講說 這個現在如果藏毒跟印度 如果聯合起來 在你邊境這邊聲勢的話 而且我昨天不是講過說 印度現在很多空軍有沒有 駐守在那個 拉達克邊境那個地方 就告訴你說 我現在是對你 中國大陸的邊境 我是寸土不讓 所以你看 你說你到時候要不要分兵 要不要分力量 你西部戰區要不要對印度 好啦那接下來 西南這個地方 最嚴重的黃災 從七月到目前為止 一個多月的時間 他們黃災的受損面積 增加60% 因為從六月開始 你說那個蝗蟲 開始從寮國進入 緬甸這邊進入到雲南之後 雲南現在黃災 他們也承認 八月就承認說 我們黃災 我們已經失守了 我們守不住了 對 所以你說這個黃災路 會不會再蔓延 當然有可能 因為是之前 長江流域是在淹水 不淹水之後 他開始就往外跑 好那接下來香港 香港國安法 七百五十個人的一個城市 你到目前為止 香港人他們爭自由爭獨立的 呼聲是越來越高 對 他們現在現在最討厭的是什麼 最討厭的竟然是中國人 跟香港政府 你知道嗎 而且討厭香港政府是 負的百分之三十九 給他的評分 還負到百分之三十九 你看 所以我說這個香港問題 會不會隨時一個引爆點 而且你看 這是王毅到歐洲去訪問的話 沿路大家就是幫他聲援香港 對 你到底香港問題 你要怎麼處置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講完這些之後 你看 他的邊境 產生這麼多問題 那你說你要到南海 最近都很囂張 對不對 山東號說 還要到南海三亞基地 可是你看 美國現在的航母 跟戰鬥群 全部都在這個南海地方 對不對 而且他現在告訴你說 我在迪克加西亞 這個地方 就是印度洋裡面的基地 我也部署了那個 戰略轟炸機 那接下來日本現在 你看他防衛大臣 和也太然而講 智慧隊也將在釣魚台這邊 對應中國的海警船 而且一旦台海出現戰爭的時候 日本也要派兵加入戰局 所以你看 而且之前我們不是講說 他有一個網兜狀的那個包圍網 從日本的橫須賀港 一直到關島 到達爾文軍港 就是在那個澳洲北部 到這個呢 迪克加西亞島 你看這個整個包圍 而且如果現在 真的像一個網子要把它網起來 對 這個是大型的網 之前不是說島鏈嗎 的概念 接下來如果他在呂宋島 如果檀城的蘇比克灣 還有在越南檀城的金蘭灣 他整個網是往這邊縮 對 就像台灣 加上沖繩 這個網已經包圍網 已經到這邊來了 你說中國大陸 他能夠動彈了嗎 對啊 所以就跟你講說 而且中國大陸最近 我發現他的舉動也很奇怪 我們看下一張那個圖 那下一張你看 他解放軍最近 是不是在四個海域 進行八月十次兵演 對不對 你說 他們說手艘山東號自製航母 要進入南海巡役 而且最近很誇張 你看那個央視 又在點名台灣 我之前不是說叫囂 他乖乖的乖幾天 果然真的乖幾天 現在就開始了 他現在是針對台海演練 就是講說外部勢力的干擾 及台獨的分裂行徑 我就跟你講說 你今天一直在講台獨 一直講獨派怎麼樣 他說如果擦槍走火 戰火一起拉弓 就沒有回頭箭 對不對 我就跟你講 真的是戰火一起 就沒有回頭箭 你只要戰火一起的話 台灣就實質獨立了嘛 所以到底是誰要逼台灣獨立 所以我覺得說 中國其實內部 有一堆有心人 他一直在幫助台灣獨立 你知道嗎 他只是嘴巴不敢講 所以用反話來講 你看這個胡錫進 最近問題也很大 中國大陸不是告訴你說 美中台三方不能開第一槍嗎 對不對 可是胡錫進最近又在叫囂 他還跟你講說 今晚就投入戰鬥 今晚就可以來了 對不對 而且你看環球時報一直講說 我幫他認真考慮 在台海問題上 再去猛藥 所以這個胡錫進 一天到晚想嚇猛藥 他到底想幹什麼 你明明就知道說 現在整個軍力部署來看的話 我們昨天也分析很多 現在只要戰端一起的話 不是台灣獨立面對你中國大陸 現在是美國 日本澳洲台灣聯合起來 那個軍力是中國大陸的幾倍 對不對 而且講實在話 你現在 他一直在告訴 我們現在也在講得很緊張 那個環球時報一直告訴你說 我們是一直在走一個台獨路線 一直製造那個 他現在有放出消息說 美艦是在走海峽 我們明明是走海峽中線 對不對 可是環球時報就告訴你說 你看 你走的是澎湖水道 對不對 你在對中方的進一步試探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中國智庫跟環球時報為什麼故意講這個 就是混淆視聽嘛 講難一點 美國現在一直在逼中國開第一槍 對不對 中國現在就在逼台灣開第一槍 因為誰逼誰 否則的話 中國人也 他現在如果一開始打的話 那美國我就跟你講 現在是全歐 一堆國家等著圍歐你中國大陸 真的 所以他只能逼你台灣開槍 那我們我就告訴你說 真的逼台灣開槍嗎 你看他那天丟那個 東風飛彈對不對 丟到現在到底兩枚還是四枚 美國說四枚 你說兩枚 到底是幾枚我也搞不清楚 那兩枚到底有沒有飛過台灣海峽 隨便 那個到底飛到哪裡 我們也搞不清楚 對不對 到底有沒有掉在自己廣西裡面 所以我昨天就講說 有內射也有外射搞不清楚 那現在你看 環太平洋軍演那天結束 我們那天你說你射了兩枚飛彈 對不對 那天那個環太平洋軍演 這才震撼 對 你內射外射射到哪裡 也不知道 那天這個是實際打給你看 你知道嗎 看我多準 他們弄了一台一九九四年 退役的一個兩棲突擊艦 就放在那邊 就在那邊航行 你看我們那個畫面 他告訴你他們什麼 這個才叫做精準打擊 你知道嗎 你這個東風飛彈 打到哪裡去 我們這個是船 在海上走的時候 都能夠打得到 而且那個每年環太平洋軍演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 這叫做沉船演練 就是我今天要炸穿你的那個軍艦 要怎麼樣把你軍艦炸穿 所以那天三枚的那個導彈 很精準的 就打到這個兩棲突擊艦上面 對 這個才叫做精準 在野我都廢得到 對 就像之前那個義勇兵三行 有沒有 可以從美國本土 打到馬沙爾巡島 六千多公里 你看精準命中拔場 你看 所以就跟你講說 這個有種的話 把畫面拍出來看一看 所以就跟你講說接下來 胡錫進真的是 我覺得中國大陸要好好 策查胡錫進 他這個到底心裡面在想什麼 他一天到晚在叫囂 一天到晚在開戰 其實說實在話 實施武統 到底是誰武統誰 明明知道你現在跟美國的 澳洲日本聯合的戰力 你根本就打不贏 你胡錫進還一天到晚 叫囂要打的話 中國大陸真的要把它查清楚 這個是不是 美國的外印 不過問一下這個清華 你看 徐偉剛才特別提到 現在美國是聯合了很多 這個盟幫 然後一起要來圍堵這個中國 所以甚至出現了一個 網兜型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態勢跟這個佈局 那你怎麼看 就是說除了這個 這方面的圍堵之外 我們看到中國 美國對中國的圍堵 真的是各方各面都來了 貿易啦 科技啦 軍事等等 那現在這個圍堵下去之後 其實中國現在看起來 是越來越沒有喘息的空間了嗎 那現在整個的情況是怎麼樣 你怎麼看 因為他現在一天到晚 喊著要武統台灣啊 真的有可能出手嗎 因為你會看到現在中國 其實在這整個中美之間 貿易戰科技戰的過程裡面 他的處理方式讓自己歪掉了 歪掉到最後打到自己的產業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這個也不是我們講的 這個是由聯想集團 聯想集團很大嘛 Lenovo啊 然後聯想旗下的一家資本公司 叫軍聯資本 他們所提出來的報告 他們提出來的報告說 中國在晶片這個行業呢 落後美國的矽骨 人才跟產業落後多少你知道嗎 落後20年 你要想說他 對你要想說這個軍聯資本 這是中國自己的 他們的資本公司 他出來的報告都告訴你說 中國的這個半導體業 晶圓產業落後 美國矽骨20年以上 他去做這個評估 他當然不會是故意要唱衰自己嘛 他是提出來說 如果這個中國國內 雖然他們知道民族情感 想要發展自己的半導體業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真的燒錢燒很多的時候 你也不要勉強 這整份報告 其實最後的關鍵在這裡 再告訴你說 這個我們雖然要自主的這個半導體業 但是如果燒錢燒很兇的時候 因為我們真的落差人家很大 那這個時候就不要太勉強 他其實整個報告一直在講這個 那為什麼他要這樣講呢 因為理由很簡單嘛 你會發現你用到很多 不管是前面的這個 IC設計的軟體也好 或者是你後面用到的半導體 測試設備也好 很多都還是美國做的嘛 但美國今天要跟你打這個科技戰的時候 他說 你只要用到我美國的技術 用到我美國的設備 我就禁止出貨給華為 他封你一家華為 你就看到華為明年遇到的狀況是 可能手機部門搞不好就很難再出貨了 他現在遇到是這樣子 那美國今天可以賭一家華為 其他的不能賭嗎 當然可以 所以你看 美國不是只有賭一家華為 美國你看 他說你在這個南海呢 在這島礁上面 設置相關的設備 那你做這些所謂的軍事設備 設施的相關的供應商 一點點了三十幾家出來 通通列入封殺名單裡面 美國就是用這種方式啊 所以你會發現 而且美國的圍堵是從科技到商業上面 他都在圍堵你嘛 而且中國很要命的是這些企業啊 全世界沒有你也沒差啊 這就是糟糕的部分嘛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剛剛講 就是說比如說 像我們剛剛為什麼舉華為的例子 因為很明顯 華為他最關鍵是卡在哪裡 卡在今天台積電不能出貨給他嘛 那晶圓的部分 這個也是中國的痛啊 為什麼呢 因為你知道我們的台積電 我前陣子有講喔 7奈米5奈米3奈米2奈米 台積電都告訴你說 他要擴大設廠 你有看過這麼有自信的廠商嗎 為什麼說他叫有自信 他都可以告訴你說 這個我現在都要先設廠 很多人會想說我要設先進的廠 我還怕到時候沒有客戶 沒有訂單 我廠蓋了 我成本投入了怎麼辦 但台積電現在不是耶 台積電是客戶在後面排隊耶 所以你會發現華為的訂單呢 沒有了 當時還很多人說 你台積電少了15%的營收 對不起台積電不但沒有少15%的營收 台積電7月的營收 還告訴你 你跟去年同期比起來成長了25% 為什麼 因為後面訂單一直補進來嘛 不管是蘋果啦高通啦 NVIDIA很多大客戶 根本在搶台積電產能搶不到 搶不到的呢 才會比如說往其他的晶圓廠呢 把訂單外移到其他家去 所以台積電才會告訴你說 我7奈米的客戶單搶不夠 搶5奈米 5奈米搶不夠要做3奈米 而且3奈米已經有客戶在做預訂了 五眼聯盟加2變新的概念 那五眼聯盟加3加誰進去 加台灣進去嘛 因為我們台灣在裡面 也扮演一個供應鏈的角色嘛 所以你會發現 美國在做的圍堵 是要重組供應鏈 那重組供應鏈這件事就很傷了嘛 那你就會發現印度在裡面 在挖中國牆角挖的很用力 越南也在裡面挖中國牆角挖的很用力嘛 所以你看印度呢 前一陣子我們台灣有三家大廠都說 他也要到印度去設廠 為什麼呢 因為印度也祭出了 他可能也是學中國祭出的補貼措施 什麼補貼措施呢 你只要到印度來設廠 這個我就補貼你的 按照你的營收補貼你6% 你要想說這個6%比很多這個 我們講說這個代工業的 他的那個毛利都還要高啊 對 所以當然我們台灣有幾家廠商 他也要到印度去啊 所以你就會發現 這個供應鏈的 紅色供應鏈的取代 美國在做了 那更不用講 今天最新傳出來是什麼 說美國可能要在印太地區 佈置所謂的小北約啊 對 我們都知道北約是什麼 北約就是歐洲在圍堵 蘇聯的組織嘛 那在那個年代裡面有北約 那美國現在要在印太複製 小北約是什麼意思 他當然就告訴你說 他也要建立一個 類似北約的防禦的機制嘛 所以你今天聽到 小北約的裡面基本成員是誰 你聽到了印度 你聽到了日本 你聽到澳洲 為什麼呢 因為這幾個國家跟美國之間 都有軍事上的演習跟合作 所以他拉了幾個國家 就像柱子一樣 他要在這邊類似小北約的安全組織 所以你會發現美國是怎樣 是從經濟到科技到貿易 然後到軍事 他幾乎是展開了全面圍堵 所以這個 最近雖然老共平民在喊說要武統台灣 如果他真的要打過來 這個世界上不知道多少國家 先來救台灣的台積電 這真的太重要了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也要來看一下 因為昨天我們有特別提到 這個國民黨的前大長櫃的 劉泰英就怎麼講呢 說現在中國是一 然後呢台灣加美國加日本呢 加起來的這個軍力 就是這個中國的30倍啊 所以真的打起來的話 這個中國內部會先把習近平拉下來啊 所以呢 這個然後我們就看到呢 中國現在怎麼辦呢 要給自己壯膽啊 於是呢 這個就在這個捷克外長呢 來到捷克的這個議長呢 來到台灣這件事情上大做文章 可是沒有想到王毅的一番話 瞄惹怒歐盟各個國家啊 我們來看一下啊 中國恫嚇不成呢 這一次呢 踢到的不是鐵板 是鋼板啊 小粉紅超崩潰的啊 這個捷克議長韋德奇呢 在這個我們的立法院呢 高喊我是台灣人的時候呢 哇現場很多人很很感動啊 而且呢韋德奇特別強調 他訪台的原因就那三個 第一個當然是要加強 跟台灣之間的這個夥伴關係 第二個為了確保捷克主權的獨立性 所以這次來到台灣呢 就是要告訴中國 我們不聽力於其他非民主國家 而且再一次強調 台灣是民主國家 所以台灣捷克之間呢 是有共享價值的 那蔡總統呢 當然呢 就回謝了這個議長 說感謝遠道而來的捷克朋友 還說台灣從來就不會孤單 而且呢 蔡總統告訴這個台灣人 我們必然會贏得世界的尊敬 為什麼 沒別的 就因為我們是台灣人 可是我們看到 捷克議長呢 喊我是台灣人 小粉紅超崩潰的 有中國網友就說 我們現在還不跟捷克斷交啊 還有中國網友說 捷克自古以來 就是我們中國的領土 什麼時候啊 然後還有中國網友說 捷克是不是受老美的這個教唆啊 更有中國網友說 捷克牛啊 美國人不敢做的事 他說說就做了 意思就是他就來到台灣了 然後中國外長這個王毅呢 在8月31號 人在歐盟喔 居然敢公然的恐嚇這個捷克 說呢捷克是跟14億中國人民為敵 一定要讓韋德傑付出深重的代價 是什麼意思 我一定會報復你啦 後來呢 這個9月1號的時候呢 哎他更好笑 他是跟這個德國外交部長 馬斯見面的時候呢 竟然當馬斯的面說 捷克嚴重干涉了這個中國內政 中方必須告訴捷克參議長 你過獻了喔 還說呢韋德奇訪問台灣 公然為台獨勢力張目喔 甚至還煽動其他國家仿效 這個就是公開的這個挑釁 結果德國外交部長 不但沒站下還給他洗臉 德國外交部長這個告訴這個王毅喔 當面跟他講喔 告訴你威脅恐嚇可不適合這裡喔 以後不准你再威脅我們歐盟的這個會員國 告訴你 結果王毅呢這個真的超糗的喔 而且呢接下來 德國外交部長講完之後 我們看到呢 歐盟各個國家紛紛跳出來 斯洛伐克總統 他說支持捷克 他說不能夠接受中國這樣的一個威脅喔 然後呢法國的外交部發言人呢 也說無法接受中國對任何成員國的這個威脅 我們對捷克表示聲援 所以看起來被惹毛了 而且捷克內部呢 捷克人民也很生氣喔 據說那個捷克人民最恨 共產主義來威脅他們喔 所以你看 在這個布拉格的這個一個區長喔 這個區長現在喔 在台灣有夠有名的啦 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個超憤怒的 他跟王毅嗆聲 你敢威脅我們參議院的議長 蛤 你這個粗魯沒有禮貌的這個小丑 我限你在24小時之內呢 跟捷克來道歉 而且我要看到你的道歉書 24小時之內 就放在我們議長的這個桌上喔 而且呢 還罵這個王毅喔 說這個叫無恥的這個威脅喔 你就可以知道喔 現在呢 世界各國喔 對中國的態度是什麼喔 剛剛這個學委也提到了 在香港啊 剛好倒過來 香港人現在最喜歡的 就是台灣人跟台灣政府喔 所以我們看到了 我們現在走出了 怎麼樣自己的一條路 還有人說呢 接下來可能會有越來這個 越多的這個後續的連鎖效應 你怎麼看這樣的一個這個情況喔 在歐盟這樣的一個地方喔 然後再來就是 當然是捷克啦 捷克這次來到台灣喔 說出了這個 我是台灣人這個議長喔 當然讓大家這個非常的感動 那你怎麼看 台灣在這一波的國際局上 我們站在的浪頭上 你知道我王毅其實 你知道原來也不是這樣一個人 我覺得有一點就是 可能已經被逼到那樣子 特別明顯 真的崩潰了 對壓力可能很大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那個我們在講那個 剛剛講那個環球時報的那個 對 我也見過人民日報的社長 那個人民日報的社長 還是共產黨還是解放軍的中將 你知道嗎 而且是人家的文宣公宣部的主任 調過來做人民日報社長 我見他那年他還60出頭這樣 非常淚戀啊 哪裡像這樣子 吆喝來吆喝去 還要打來打去這樣 我覺得這個共產黨 就是說今天 人家形容他是設立內任 可能是真的這樣 因為你內部實在是很嚴重 所以你才在外面 非要這樣講大話 你知道嗎 很多人就這樣 我明明就是很弱 我在嘴巴上一定要贏你 可能就是這樣 所以設立內任 那你說今天中共的政權 當然你說我今天也不會說 他們明天就會垮掉 但是你確實是碰到天災人禍 整個政權交頭爛額 全世界都在憎恨你的時候 你現在跑去威脅別人 而且人家只不過一個議長 跑來訪問 有什麼不得了的事 而且人家有自由權 因為他是個民意代表 議長就是民意代表 他要去哪裡就去哪裡 他要講什麼就是什麼 你如果說當年甘納迪說他是柏林人也就罷 因為他是總統 可是今天只是個議長 你幹嘛要去威脅人家 所以你而且那個歐盟 你知道嗎 歐盟為什麼那麼團結 因為他就覺得說 你們美國那麼大 中國那麼大 然後亞洲又團結 我如果歐洲這樣二十幾個國家零零閃閃 我誰也搞不過 所以他們才會弄成一個歐盟 這個歐盟是非常團結 所以你看他的鈔票也是一樣的 那英國因為鈔票不一樣 現在又要退去 退就退這樣 可是他其他的二十幾個國家 是非常團結 你得罪一個就等於得罪所有 敢打我們家小孩 對 就算捷克只有一千多萬人口 但是他是我歐盟的成員 而且捷克也不是真的那麼弱 你知道他的精密工業 其實很高檔的 你知道嗎 像那種玻璃器材那種 都是精密工業做出來 捷克是一流的 所以你今天去惹毛了人家 一個整個歐盟 那不是自討沒趣嗎 我覺得那個設立類認 實在是很糟糕 所以我覺得在外面裝成那樣 可能內部是真的問題很大 他必須要這個 你說轉移焦點也不太大 不太像 因為這個也不像 我覺得是設立類認 特別是那個環球時報那個社長 每天在那邊喊打喊殺的 這幹嘛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說 他只不過是一個 中共的一個 他也不是機關報 機關報是人民日報 然後他就在那邊這樣做 我覺得是內部的問題 可能是真的有問題 那當然我不會像其他人講說 習近平明天就垮 但是一定是碰到很大的問題 所以習近平說 利風利水 百年最大的挑戰 變局 對 所以他才會做這樣的事情 如果他不用這樣一個 下馬威的話 全世界都煩了 你的意思就是王毅也快崩了 對 所以他才會這樣 但是王毅很倒楣嘛 然後其實 全世界都煩了 我這個外交部長怎麼做 對 其實對他 見過他的人聽說印象都還不錯 因為你知道 思思文文的 那現在會這樣的話 一定是內部的壓力很大 他才會這樣子 你又踩了紅線 你又這個怎麼樣 我要給你教訓 我覺得那就是設立內任 然後他必須要這樣子 然後告訴你 我還是老大這樣子 其實你今天 什麼闖那麼大的貨 你再是老大 你也要跟人家道歉 真的 而且你勸全世界一個道歉 不是只有一個歐盟 沒錯 或者一個國家 全世界 一百九十幾個國家地區 你好好道歉 人家可能還原諒你 就是你不道歉 所以各國都要跟你求償 沒錯 兩千多萬的人這樣子 被他這樣搞成這樣雞飛狗跳 全世界人家戴口罩 對 話也不能真的講 你說那些美國大學生 開學了就去這個酒吧 一會就一千多人染疫 你不是害死全世界的人嗎 所以我覺得 老公的內部 應該是問題滿嚴重 只是嚴重到什麼程度 我確實不知道 我問一下這個尾航 其實你看 這一次捷克議長來台 香港人那不用講了 他們覺得 這個國家太勇敢了 連日本人都給他讚歇 說實在是很有guts 但是在台灣 就有在一群人在那邊搞破壞 所以你怎麼看 這樣的一個狀況 而且中國網友 這沒讀書是不是 捷克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 他哪讀到的 你怎麼看整個這樣的一個 這個情況 中國網友我們就不評論 那個不是正常的地球人 看一下正常地球人部分 那王毅現在還人還在 他今天終於成功取暖了 就是德國的總統 總統接見他說 德國還是會遵守一中原則 但是是德國總統 那大家台灣人應該都知道 德國總理嘛 梅克爾做很久了 請問德國總統負責什麼呢 德國總統是虛位元首中的虛位元首 他是由議員選出來的一個虛位元首 他的工作就是接見王毅這種人 除此之外沒有其他工作 就是外接見外交使節 所以他就是讓我 專門送完就是了啦 就是你來我就還比他一中原則 那實際怎麼做我不能決定 因為我的工作就只有接見你 就是只有這樣 那當然其他的像外交部長 像各國的外交部長 他站出來吐槽你 他還能表達意見 或者一些擁有實權的國家元首 像斯洛伐克總統 他是議會民主制沒錯 不過他總統是民選的 公民選出來 就跟其他的那種 純虛位的是不太一樣 他們講話他們喊話就可能產生 政治上的影響力 他們這個政治人物出來講 當然就是他底下會有支持他的選民 然後說我們政治人物講這種話 所以我們對於中國的態度 是不是要轉變呢 就要現在大家看捷克 很多人我們現在才第一次 真正認真的去看捷克的陣型 我們才會說 原來捷克的前任總統太輕忠了 造成了相對的傷害 然後我們很多人這時候才發現 其實台灣在捷克的投資也非常多 我們不會輸給中國太多 即使中國有一帶一路的錢灌下去 台灣在高科技產業 或者像郭台銘買古堡 這一種的 其實我們台灣也灌注了 蠻多的錢在那裡面 所以捷克這對兩國來說 是一個彼此認識的機會 我覺得這個東西 可能會更加的重要 那重點是這次 所擴散出來的政治效應 那當然我們先暫時離開國際 回到國內 我們剛剛有提到 我們中將四懷中將 四懷北北 人家演講的時候睡覺 這個有時候是不可抗力 睡覺有時候是不可抗力 但是碰到習近平馬上就有可抗力了 何志偉說我請他喝杯咖啡 他很生氣 我才不喝你的紅咖啡 他也嘲笑何志偉 何志偉去截圖 所以吳士偉就很火大 都說你家裡銀行是不是有 對岸的錢什麼的 雙方在互費啦 那當然其實還是有民進黨 像陳寗飛到就講 蔣萬安還有林一華嘛 聽完了之後 大家都站起來鼓掌 他們兩個還沒反應過來啦 可能也是原神一石飄走了 沒有回來 因為這基本國際禮儀啦 人家演講完都是要起立拍手的啦 那當然彼此之間 還是會有一些政黨上的這種爭議 但是我必須要強調 國民黨對這些東西的權景 還是比較低的 像剛剛有提到嘛 日本人對這方面 其實我們台灣人就是 我們自己會去評論這件事情 重點是他說 我是台灣人這件事情 在日本也引起了相當程度的震撼 我舉一些例子啦 首先是有這個 日本的網友特別去提到啦 就是台灣人口2300萬 2400萬 捷克人1000萬 他敢跟14億人的國家對抗 站在一起對抗 那日本的政治人物 什麼時候敢這樣做 那有日本的網友就說啊 這個其實啊 這個NHK應該把這個做成頭條 這不然在我們旁邊大事件 因為他們直接就類比到 當初這個 在飛到西柏林說 我是一個柏林人 這樣子的事件 但是這個 這個重大的一個政治事件嘛 就是表示 飛去講說我是柏林 表示我會挺西柏林 那同樣他今天飛來台灣 他講說我是台灣人 就是我們會來挺台灣 他會有這樣子的政治意涵 那更可怕的一點是 你會覺得說 這是不是那種水準很高的日本人 很懂國際常識日本人 才會了解到的 我稍微去抓一下相關新聞啊 其中有一個是吐槽 就是這個新聞是在日本的報導裡面 他是在某種程度上去批評王毅的 好在批評王毅的底下 有一篇留言他說這個訪問台灣的事情 應該要怎麼看的 他說這是因為捷克的前議長 在訪台之前突然死了 現在的新議長又堅持來台灣 所以這個政治意涵是怎麼樣怎麼樣 他們做了非常多 其實連台灣人可能都不再知道 來龍去脈的分析 在批評王毅的底下有一篇留言 我剛才截圖的時候是兩萬三千個讚 他在訪台之前 他說這個訪問台灣的事情 應該要怎麼看的 他說這是因為捷克的前議長 在訪台之前突然死了 現在的新議長又堅持來台灣 所以這個政治意涵是怎麼樣怎麼樣 他們做了非常多 其實連台灣人可能都不再知道 來龍去脈的分析 重點是這一個網友 在新聞下面留言有多少讚呢 我剛才截圖的時候是兩萬三千個讚 哇 各位啊在台灣你現在一般的 很多政治人物發言到兩萬多讚 我看到都是非常困難的 對 可是這只是一個關於日本人 看一個附近國家的一個 底下的留言喔 他的新聞底下的留言 都有兩萬三千多讚 另外一個就是一樣去解釋說 哇這個事情可能會造成了 彼此這個周遭關係的勞動 我們日本人必須認真面對的 這一個有多少讚呢 一萬三千個讚 哇 所以我們對台灣人而言說 這是一個很國內的事情 但實際上 因為這是一個國際外交事件 對 所以周遭國家也是用 國際外交的角度在看 他們在反省是說 比如說像日本 對日本的反省是說 你看這麼遙遠的捷克 都來跟我們旁邊的台灣 去建立這種關係 那我們身為日本人 這日本網友的一些 我們身為日本人 到底什麼時候我們的政治人物 會有什麼魄力 去台灣講出類似的話 這特別來到台灣 說是我是台灣人 我跟台灣站在一起 日本人會覺得說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 反求租起 回來看看我們日本的 自己的這些政治人物 你們應該會比捷克人 更了解台灣吧 對 你不是平常都跟台灣 蠻熟的經常來往嗎 那為什麼 我們不敢做得比捷克人更多 所以我覺得 這一次的這個訪台 然後那接下來 我們來想講 美國可能會有後續的 這個訪台的等級的提升 歐洲會不會有其他的更多的突破 更大規模的互動 不管川普有沒有選上 之後會怎麼發展 它會不會牽動亞太局勢 就像剛才講的 會不會形成新的某種類似 像北太西洋公園組織 這樣子的這種外交或經濟 或軍事上面結合 都值得觀察 這個台灣這次的被看見 還有日本網友的那些說法 真的讓我很感動 不過問一下這個文傑 你看就是說 現在捷克議長來到台灣 造成了這樣的效應 反而讓中共更難堪之外 那個中共自自找的 另外就是說 剛學委其實前面也特別提到 可是中共現在 對台灣它的無法忍受 是不是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 我們也在正視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你看 美國現在不可否認 他為了選舉 是不是真的在逼中國開第一槍 然後中國現在反過來 要逼台灣開第一槍 那學委剛才也特別提到這一點 是因為也有人說法說 因為他如果台灣開了第一槍之後 他就有這個武統的正當性的理由 然後我們國防部的報告 裡面也提到了這一點 那你怎麼看 更何況中國現在在很多地方 他在製造芬蘭 包括了什麼他去培植 什麼武裝的漁船等等 在世界各地都引起了 這個大家的困擾 你怎麼看這樣的現象 你剛剛講那個武裝漁船 它主要是這樣 就是說中共它在 它主要是這樣 在海南島 海南島它有 因為那個所謂的人民武裝部 人民武裝部 它就是會定期的 讓這些有一些漁船 我譬如說 原來你是木船 木頭船 那我就把你招募進說 那個人民武裝部裡面 就是你願不願意來當民兵 那如果你願意的話 那我就把你的船 我補助你 把它換成鐵殼船 鐵殼船 然後你每年固定來訓練三個月 大概是這樣 所以它這個目的是什麼 就是說因為它要因應 南海的情勢 它因應南海情勢 然後所以這些漁船 它就可以成為 就是說你在必要的時候 你可以借用漁船 然後假裝跟對方發生衝突 或是挑釁 但是你可以事後否認 就是說這個跟解放軍無關 或是怎麼樣 那過去在中國跟越南 在衝突的時候 就曾經用過 那在釣魚台的事情上面 中共也曾經用過這種 武裝漁船的這個策略 那所以現在是澳洲比較 擔心這個事情 因為澳洲這邊他們 他們覺得說中共這個 武裝漁船的這個數量 似乎有越來越龐大的趨向 然後他們覺得說 這個有沒有可能說 中共以後就會用這些東西來 譬如說針對在澳洲 附近的有一些島嶼 譬如說所羅門群島 或者什麼巴布亞 紀內亞這些 會不會中共 有這方面的野心 那這個當然就是密切注意了 那但是對我們台灣來講 我覺得是這樣 兩岸關係這樣 塞翁施馬言之非福 但是塞翁得馬也言之非禍 所以我個人一直覺得說 這個東西都是要小心 而且尤其 我相信中共是不想打 他心裡百分之一百不想打 大家講的台積電也好 科技上面的問題也好 現在世界大勢也好 但我認為他是真的不想打 塞翁施馬言之非福 但是塞翁得馬也言之非禍 但是他被逼到某個程度 所以我個人一直覺得說 這個東西都是要小心 而且尤其 我相信中共是不想打 他心裡百分之一百不想打 大家講的台積電也好 科技上面的問題也好 現在世界大勢也好 但我認為他是真的不想打 但是他被逼到某個程度 他可能狗急跳槍 那尤其是譬如說像這個捷克這個事情 我認為王毅這樣講了 他接下來就會對捷克動手 蛤你覺得他真的會對捷克動手 我認為他會對捷克動手 因為他譬如說 譬如說捷克的品牌 Skoda 斯科達汽車 他在中國還賣得不錯 那我可能就把你斷掉 就是說斯科達以後 不准在中國賣 就是說為什麼 因為 因為中共他很講究一個骨牌效應的問題 他覺得說你這個東西倒了 如果我現在不把你擋住 你接下來你整個歐盟各個國家 大家就是群起效友 對 所以中共很相信這個東西 所以他的 我認為他一定會出手 但是我沒有辦法明確講說 他怎麼出手 因為捷克在中國的投資不多 在中國的生意也不多 對 所以他要找一個什麼樣的弱點 讓捷克痛 我認為是會這樣 有啊 捷克說我做了最壞準備啊 被中國制裁 GDP損失1% 對 是但是政治人物這麼講 但是人 就是你是不是有全國的共識 這個是我們密切要觀察 那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 今年11月3號就是 這個美國總統大選 那這個選舉的結果 對我們台灣的來說 真的是我認為非常重要 然後尤其明年是19 2021年是中共建黨100週年 他在他所謂的兩個100年的目標 就是說 在中共建黨100年的時候 我要達成什麼 在中國建國 中華人民共和建國100年的時候 也就是2049年 對 那所以明年7月1號 或說明年上半年 我認為習近平他一定會對台灣 台灣的問題 他要做一些 他必須要表示他有作為 否則他到建黨100年那個時候 他對於這個統一的問題 如果他沒有任何表示 或是拿不出任何方案的話 我認為他會不會會會會會 他的內部基礎會不穩固 所以這個東西 我覺得一向講就是說 塞翁失馬言之非福 不算是德馬也焉之非禍 所以我們在看這些事情的時候 都是要比較謹慎 對 其實我們自己也要做一個 最壞的打算 沒有錯 不過問一下這個伯亞 歐盟整個跳起來 開什麼玩笑 你跑到我家裡來講我小孩的壞話 不是這種感覺嗎 是這個王毅的發言 當然我個人覺得 他可能也沒有預期到 這些國家會有這麼強烈的反應 因為以前一向在世界橫著走走慣了 現在人家叫你不能橫著走的時候 你還會有一點這個不知所措 那為什麼這件事情會觸動到 歐洲這麼多國的政要會有表態呢 其實某種程度上是幾個誤判 第一個王毅誤判了這個 捷克參議長的重要性 這個王毅的發言 當然我個人覺得他可能也沒有預期到 這些國家會有這麼強烈的反應 因為以前一向在世界橫著走走慣了 現在人家叫你不能橫著走的時候 你還會有一點這個不知所措 那為什麼這件事情會觸動到歐洲 這麼多國的政要會有表態呢 其實某種程度上是幾個誤判 第一個王毅誤判了這個 捷克參議長的重要性 因為按照捷克的憲法 這個參議長是捷克整個國內的 僅次於總統的人物 那等於是說一個象徵 國民主權的一個國會的議長 如果說可以隨隨便便的 被這樣其他國家威脅說 要付出承重代價的話 那對捷克是莫大的侮辱 而且對歐盟也是莫大的侮辱 大家不要忘了 捷克是歐盟的成員 你今天修錄了歐盟某一個國家的 這個主權的象徵的話 等於你是在修錄歐盟 尤其王毅這句話 還是他人在德國的時候講 他在德國威脅捷克 德國剛好就是現在的歐盟的輪值主席 所以你今天你來我家做客 結果你在我家做客的時候 對我的兄弟對不對 大罵三次星 那我這個做大哥 我當然要出來講點話啦 所以一定會得到這樣的反應 第二個就是 就捷克的這個特殊性還有一個就是 他之前的這個前參議長柯佳洛 他本來有了打算來台灣 可是後來呢卻意外身亡了 那這個意外身亡在後續的發展是 包括他的小孩 包括他的太太 後續都有出面來 他們認為說 這個柯佳洛會心臟併發身亡 是跟中國有強烈的關係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你先前已經被這個歐洲的人 懷疑說 是不是你逼死了他的前議長 或者你謀殺了他 現在你又放話說 你要他現任的議長 也要付出承重代價 那人家當然捷克一定會問你說 請問你講承重代價是什麼意思 因為他有一個脈絡的嘛 這聽起來就是 非常恐怖自習的黑道士的恐嚇啊 那為什麼斯洛伐克的總統會出來 因為捷克跟斯洛伐克 兄弟之邦是和平分家 那和平分家之後呢 這個斯洛伐克的總統 其實他背景非常特殊 他是屬於在斯洛伐克他自己 國內長期投身環保運動的公益律師 他參選總統是他第一次 人生第一次參加選舉就選上 因為這個斯洛伐克人民就喜歡 他這種清新的正義感的形象 所以他會講這些話 其實完全不意外 因為捷克斯洛伐克兩邊的歷史 源源這麼久 然後呢隔壁國家的 這個兄弟家的議長 才剛有死亡的怡雲 現在馬上又來一個威脅 他一定跳出來說不能接受嘛 那為什麼 所以你看德國法國還斯洛伐克 為什麼會連續講話 那是因為整個歐洲其實是連帶的 那今天如果我放任你 這樣子亂搞的話 這個歐盟不要團結啦 大家記得歐盟之前本來還有 所謂英國退出 把歐盟弄得風雨飄搖的 這樣子一個事件 所以如果放任你中國萊莎 以後就根本騎到頭上嘛 現在中國他就是想要複製 過去他劉曉波事件的時候 他怎麼樣對付活威 他也想要用複製 同樣來對付捷克嘛 可是你看現在風雨飄搖的 不只是美國 不只是歐盟 中國自己有問題重重 所以他能夠像過去2012年的時候 這麼的粗魯這麼的霸氣 對付捷克嗎 也未必 也未必啦 所以其實講到後來啦 這種國際政治的事情 絕對不是耍流氓就可以 真的